好,突然轉了這個風水號 先說《乘風破浪》 《乘風破浪》是1975年的作品 我是有看過的 當然,在長篇劇之前 其實無線我喜歡以前那種廣播形式 它除了有1至5的翡翠劇場之外 它另外每一天都有些單元劇 可能是乘風破浪 而是CID 直至遇上蕭生 根據蕭生所說 我記憶都是 他們就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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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明白 我現在正在看 因為我有些貨 網友欠人貨 Iu Bella Hair Care 賣到沒有貨 現在正在訂新貨 我入禁錦 大家手安無措 OK OK Anyway 49年了 時間很快 上個星期就傳來高妙思的死訊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10月3日的《啤梨漫步》 今晚真的要很快做完 因為我真的極度肚餓 發又未煎 看看我 如果這些白頭髮多也想到 不要緊 我明天就會去染 即今晚會回去查那張東西 是吧 今天就沒有特別大的新聞 最大的新聞就是恆子好像回了幾百點 神經跌一千 不用怕 定 今天我去銀行 是,怎樣 銀行多人到不得了 我埋了櫃 你知道我這樣的貴客 當然是特別的櫃 咦,他們看我的粉絲來的 即是開銀行戶口 嗯 另外有一群年輕人那邊 就在開這個投資戶口 是香港人 那群 無所謂的 即是,喏 我知道大家對現在的經濟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是 但是這個世界上 這些事情 真的很難說 或者真的大水萬冠冠 都說不定 是吧 蕭先生最深的怎麼說 不知道 三萬點就蕭先生 是嗎 嘩,你這樣很危險 他之前就說 不止一定是萬五點 知道嗎 知道嗎 現在的三萬點